所以一般受戒協力 听教看经 参宗作禅 这讲出三种法门 这三种法门都是佛读制定的大功德的法 比方说你持戒 比方说你学习教理 修习止观 比方说你修持禅宗 比方说你练佛持咒等等 有始类推 我们每一个人在佛法当中 都会选择自己的法门来修学 你可能每天拜诊 你每天念佛 你也参加供修 但是我们同样在佛法当中 极其善业 但是我们来生有五种可能 有五种可能 看第一个 但夹带令明心便是三度种子 假设你的心理的水平 是住在世间的名利 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你的主流 什么叫主流呢 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一个人是散乐都有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 是 硕硕现行 然后呢 深深耗耀 你这个念头 经常起现行 这就是你的主流了 如果我们今天把名利看得很重 你就算造善业 你这个善业 会到三二道德国报 因为你心里水平就这么回事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暂直着起向便是人天不外种子 这个执着起向是比明天心好 因为明天心 但是这个是档次最高 最低的了 你最久事件荣华富贵 第二个呢 你是执着善业 虽然他执着这个善业的相状 但是他的水平比较高了 这个人不是做人 就是做天 那么如果他又喜欢感应神通 就有可能变成外道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人比追求名利好一点 追求神通 追求善业 这种执着相对来说 他的水平就高一点了 就是人天的 至少他是一个人天的尊贵神 虽然没鸟生死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但一昧出离生死便是恶胜种子 恶胜种子 恶胜人其实是蛮有道性的 他呢 但他有一个缺点 恶胜人啊 他对人生的痛苦感受太深 他精神所受的折磨太重 所以他对人生是完全的悲观主义 他认为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 你看我们到进土去 我们是战死的 对不对 我们总有一天还要怎么样 回入说佛度有群 我们把进土当作一种过渡 但是恶胜人离开三界 他是永远不想再回来 观三界如劳逸 似生死如焉家 但其制度不厌度人 那么这种人 他就到骗空殿盘去了 他所修的善业就往那个地方引导了 这是第三种人 那么这种人是我们一般说悲观主义者 这个诸位要知道佛法的操作 就像你跟吃药一样 适可而止 有些药你不能服用过量 尤其是苦地 你慢慢就知道 当然我们苦地 可以调伏我们对说佛世界的贪爱 但是你用得刚好就好了 如果你苦地操作过量 可能会影响你的大悲心 就是二称人就是这样 他对苦地的感受特盛 也可能他从小有这样的经历 总而言之 苦地的操作过量 让他对生命产生极度的厌恶 大圣佛法是认为生命没有好坏 毕竟空 你操作得当 人生可以创造大功德 你要是操作失当 人生会造重大的罪业 所以人生没有好坏 一个生命体出现没有好坏 但是小生人 他把人生定义做是痛苦的 是绝对不好的 这个就有所拼持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他最后没有万德庄严 这就是他的思考模式出了差错 一昧地出离生死 出离生死可以 但是你不能一味 不能过度 那么这种人 过度的对生命产生排斥 他在成佛之道 他一定要先经过 二称的过度 然后再回想向他 这是第三种人 第四种人 但具真实是绝绝他心 便是菩萨宗旨 如果这个人 他一方面有上求佛道 又下化众生 他在空性当中 他有佛道的号要 又对众生的悲悯 这个人 他一定会直接到菩萨的果位 第四种 忠道实相为主 第三种人 是以苦地为主 变成二称 这个人是以忠道实相 他会知道 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刚好 那么第五个呢 是最圆满的 当从智洁胜去 光明花灰 彻其眼底 共回向净土 普遗众生 同同极乐 便是无上普遗众生 第五种人 他是以无助为主 这种人 他曾经过长时间 大圣佛法的修学 他能够怎么样呢 智洁胜去 光明花灰 他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源 知道我们何其自信 本来清净 诸位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来的 你从什么地方来 有些人说 我是从父母亲而来 这个思考是最低层的思考 高一层是认为 我是有业力而来 不错 因为你有业力 你万般皆是业 但是从业力而来 这个还不够彻底 那你有没有想到说 那你这个业力 业力还没有成就之前 你是怎么来的 在业力没有合合之前 看愣眼睛的意思 我们从空性而来 我们人生是无中生有 本来没有 然后因言合合 出现 就跟做梦一样 你看你做梦的时候 你梦到梦境 你本来没有 你是梦心的合合 然后出现 最后也没有 所以 你能够从毕竟空当中 建立你的人生观 你直接成佛 速度最快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修习相同的法门 但是我们不会有相同的结果 你看我们大家一起练佛 我们假设我们办一个佛妻 一百多个人练佛 这个佛号进入了一百多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面 经过你思考模式的操作 最后创造出来的结果 答案是每一个人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才叫诸法因人生 如果佛号进入一百个人的心中 每一个人结果都一样 那这个佛号叫有自信 他有主宰性 那就违背了佛法必经空的思想 佛法认为没有一个法是有自信的 诸法不自信 佛法的结果答案都是 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一定 懂得不一定 看你的内心世界 看你的心理素质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你的内心的素质 引导你所有的修学 所以你的心理素质提升了 你的生命全部提升了 所以答案总结 一顾业一切法正一切法邪 所有的法门都可能让你超越生死 到净土去 所有的法门也可能让你多落到善恶道去享受快乐 都有可能 一切法可能是正 一切法可能是邪 答案是不一定 所以提升你的心理素质就变得很重要了 因为它是整个马车 你这个车子往哪里走 这个车子不能决定 这个法门不能决定你的去处 法门没有方向性的 是那个牛 前面那头马车 那个马 那个马往哪里跑 你这个车子就得往哪里跑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看看这两段 这个法基金的两段 把这个一切法正一切法学做个总结 我们先看第一段 两段都练好了 请合掌 诸法亦先导 亦主亦造作 若已染污易 或语或行业 是者苦谁彼 如伦谁受足 诸法亦先导 亦主亦造作 若已清净亦 或语或行业 是者乐水彼 如饮不离行 那么这个地方讲出了 两种生命的结果 那么先讲一个道理 说诸法亦先导 亦主亦造作 说我们在佛教里面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修了很多的法门 我们也布施 也持戒 也念佛 也持坐 那么谁来引导我这些 这么多的善业呢 亦先导 你的心理的状态 你的思考模式 引导了你所有的善业 那么由 由你的新思想 来做主 也是由你的思想 来引导他造造业 那么 假设你今天是以染污易 就是你追求事件的 这种杂染的名利 那么或以或行业 那么四则苦水彼 你总有一天要尝到痛苦 如轮随受阻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轮子 永远跟着前面的 这个动物在走 这个轮子是不能决定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积极善业 最后是痛苦呢 我们解释一下 这有两种可能 有两种可能 如果你学佛得很早 你很年轻学佛 你大概到中晚年 你的福报就会先田 这正常的嘛 佛教就不断地 忏悔一张经济事长 所以你的生命 就很快会改变 你会很快地出现 快乐的果报 如果你发不敌心的人 面对这个果报 它是不迷不取不动的 它继续会往前走的 它不会住在这个福报 但这个福报 一定会出现 因为因果法而如此 但如果你一开始的发心 你就为了追求福报 来修善业的 糟糕了 你这个福报 你就通不过去了 你就住在上面了 然后你就开始享受了 就放异了 那么你今生就开始放异 你来生就直接堕落了 来生 因为你善业提前起现行 所以你在享受福报的时候 你的烦恼就开始活动 福报响尽 你第二生就堕落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你学婆得很早 你善业修得很多 到晚年福报现前 因为你的发心不正 结果你陷入了福报的陷阱当中 你不能够说福报害了你 因为你自己的发心不对 因为很多人也是福报现场 他走得过去了 他追求更好的东西 这个生命是这样 你要季节 档次低的东西 你后面的东西才会出来 佛教佛法是修学一层一层的 佛法会先给你 比较低的低层的东西 你不要 你再往前走 它再给你更高层的 你再不要 它再给你更高层 它是一层一层出现的 那么如果你学活得早 你晚年就起现行 这个就考验你的发心了 你发心错了 你今生就直接陷进去了 你第二生就直接堕落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人 他晚年比较晚学活 他善业相对的修得比较少 他的福报到来生才起现行 那么这种人第三生堕落 来生你很快乐 但是你跑不掉 这种快乐你跑不掉 你一定陷进去了 因为你第二生 你的心在就造善业的时候 你的心就住在这里了 所以第三生福报 第二生福报陷阱的时候 你一定会放逸 一定会 你觉得跑不掉了 你跑不掉了 然后你是第三生堕落 所以这个痛苦什么时候出现 是在你 不是马上出现 因为你集体善业怎么会有痛苦呢 它是在善业结束以后出现痛苦 可能是来生 也可能是第三生 当然要怪就怪自己 因为你的发心 你一开始的发心 档次不高 所以你就容易陷进去 那么第二个我们再看看 诸法 一先导 一主 一照做 这个道理跟前面一样 就是我们的生命 所有的行为 是由内心来主导的 假设我们以亲近的菩提心 来发动我们的口业 我们赞叹别人 做很多的慈善事业 试着热水笔 如影不离形 诸位 如果你发心 发的水平高一点 你还是会享受快乐 但这个快乐不会障碍你 不会障碍你 这个叫做自在的快乐 而不是待业的快乐 你看有些人他人生活得很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不会让他堕落 不会让他堕落 他不为所动 他能够很快地从快乐走过去 得到后面更好的东西 他要的是模拟宝珠 他不会在乎这种路边的生命的小花 那么 为什么有些人福报现前的时候 他走得过去 有些人走不过去呢 就是你自己的发心不同 我们每一个人学佛 一定要先修善 一定要断后修善 你一定要先 先有人天正的基础 你才有所谓的出师的功德 但是问题这个时候 所以学佛很矛盾在这里 我们都要修善 但是修善的结果 就会出现福报 然后出现福报 就会让我们迷惑颠倒 这个地方是大问题 那么就跟你刚开始的发心有关系了 如果你发心的是发得很高 你为了成佛 为了求生净土 你很容易从快乐的果报里面 轻轻的走过去 福报变成一种真上 因为你有福报 你更专心的断恶修善度终身 所以福报为你所用 你是主动权 你掌握的福报 福报听你的 如果你发心错误 你就被福报牵着走 福报牵着你走 你都道上二道去了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一定要经过福报这一关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了 不是 就是看你的调伏力引导力 因为你一定要先断恶修善 一定要先修善业 然后才有所谓的修止观 所以说 我们往生净土人 我们要知道 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很大的功德 无量官无量寿 你在佛话里面操作 你会创造广大的功德 但这个功德有很多种可能 很多种可能 那么你现在就是说 你怎么样引导这个符号趋向于净土 这就是我们要关键 关键在这里了